今天跟大家讲三个水晶的网络传闻 如果各位想知道我Peter Sir最新的水晶资讯 请订阅我的频道和按这个小铃铛 追踪通知我每日会准时十二点钟和你见面 第一个就是美国闪零传闻说可以帮助一觉好眠 睡眠七处好 大家要知道这是美国闪零传的男量是很高的 是它的高频的 如果你放在枕头那里睡觉 当然大家要知道它的频率高是会令到很多胡思乱想 或者头脑有很多的梦境 一般来说正常是影响睡眠质素 但是总有例外的 有些人可能喝了咖啡还会好好睡觉 所以如果你想试试是无妨的 但是基本来说它的高频是会令到我们的睡眠质素 是会有一些反射影响的 第二个传闻就是海南宝 这个是海南宝 用它的原石去做充电 可不可以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海南宝是属于一种低频的频率 比如放在手里的感觉不会强的 好了 它何来有能量可以帮它出来 令到它可以充电呢 不可以的 说回一句 最终应该用美国声明证 或者这个白晶族 才可以的 最后一个传闻就是 太阳石是可以的 可以化到太岁 例如我戴左手戴右手也可以 是不可以的 化太岁 所以一定要在数字上计算出来才可以的 这三个传闻大家不可不知了